根据国民营养健康状况变迁调查 台湾人九成以上钙质摄取不足 小心 你要补钙啰 统一营养强化高钙牛乳 钙含量约等于鲜乳的两倍 还有维生素D3和牛奶蛋白 帮助维持骨骼健康与肌肉生长 营养Plus更超值 统一营养强化高钙牛乳 哎 归自我问你哦 法科电台现在每一集 平均收听人数有多少 大概有四万人 四万 四万是什么意思 四万就是四场小巨蛋演唱会 而且我们每一集 其实都一小时以上嘛 所以比方说什么 四万的超级贴分 而且重点来了 这四万人 它不是累积很久才到四万人 上线第一天就一万人 一个礼拜还就会有两万人 到了一个月就满四万人 之后还有肠尾效应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厂商你要业配的话 这个肠品 马上就会在两场演唱会中露出 再摆一阵子就会变成 四场万人演唱会露出 那我们听众有什么特技 他们会积极行动 想要让自己的生活 或台湾社会变得更好 但这是很广义的 例如把自己弄得 更懂更多知识 或者是弄香一点 或是家里变干净一点 都是广义的变得更好 那么听到这边 听众如果被我们打到了 突然想要找我们 Podcast口播该怎么办 去节目资讯栏 点击法科电台的 传送门连结 里面有节目车座资讯 我是桂志 你现在收听的是法科电台 你有被警察打过吗 不算有真的被警察打过 被拖走 被拖是怎样被拖 就是抗议啊 然后被雪车冲啊 然后就在 发展马路啊 然后警察就过来把我拖走 那你有受伤很严重吗 没有因为拖我的警察 就是人很好 他对你人很好 他对他叫我说 他说我会 等一下会怎么样拖你 你就配合我一下 不要弄受伤 然后我帮你掉到旁边之后 你想要怎么样 我就不关你了 是一个符合比例性的 一个执法过程就对了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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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严格来讲 你没有被警械粗暴都在过 那你有被上束带之类的吗 都没有 都没有 怎样 其实我们正在录音 我知道 你知道 我以为你只是录到一半 你再问我 所以你现在是一个call in的状态 对现在是call in的状态 各位各位大家好 我们现在这几次法科话题 我们要来聊的是 警械使用条例 然后洛玉在不知情情况下面 也分享了他这边警察 对啊 没有那个警察真的是 真的是很好 那个时候正在抗议 然后他这么好 我反而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理论上 他托我说 我应该要努力挣扎 去拖延他的时间 但是他忍耐好了 我反而 干我真的是觉得 干我好像应该要配合他一下 这是北风与太阳的故事 对真的 为什么是北风与太阳的故事 因为他用阳光温暖他 对啊 所以就只剩下他的目的了 对啊 你这是参加什么场合啊 那时候反合式的运动 2014年4月24 反合式 反合式 所以那是你人生 唯一一次参加社育 不是唯一一个社育 是唯一在社育场合 然后被警察驾走的经验 那次比较激烈 对 平常都比较合 因为那次被水车冲 OK 方老林就开水车冲 冲大家的 那你身边有那个 遇过什么警察 司法过当的经验吗 有 对 有朋友就是被警察 就是认真的暴力的拖走 嗯 这也是有 OK 或者是说 在打的过程当中 有些警察也是蛮挑衅的 对 他就跟他 他就是盾牌推起我们 然后他就把盾牌打开 他就说干你进来啊 你怎么撬你进来啊 OK 对 就会有这种挑衅的情况 好啦 先这样 拜拜 好 拜拜 好啦 欢迎来到跑课话题 开场 开场莫名其妙 讲了一通电话 我们这集要聊的是 警卸使用条例 那为什么这集要聊 警卸使用条例呢 就像开场 我们刚刚跟洛毅 讲了一通 这样 真的有个小聊天 这样子 因为在这个前因阵 警察在这个 行使职权的这个过程中 到底能不能够 动刀动 相应期间大的讨论嘛 在我的理解里面 警察 记住到状况的时候 应该是可以 很自然而然的 就是要使用 他身上的这些枪械 来对付所谓的坏人啊 不然的话 怎么维持秩序嘛 对啊 对啊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社会上的氛围 好像已经变成 就是警察不敢用 所以后来行政院 就为了这件事情修法 这个事情 你先跟大家讲一下了 他到底是不是 有一个背景迈络在 OK 我先讲今年 今年修法是在 9月30日 还蛮近的 就通过了 立法院三睹通过这个修法 可是这个修正案呢 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 就被提出来 然后打算要修正 但那时候还没有通过 所以就变成是 在大家都知道 今年发生的 那个台南的 就是杀警案发生的时候 大家就开始检讨起 就说 是不是警察当下 之所以被歹徒给反杀 是因为 他们不敢使用警枪 所以才导致这样的一个 就是结果 所以就 这次的民意又起来 开始去指责说 是不是 就警卸使用条例 怎么那么老旧 然后那么久没修 然后又没有给警察 一个很有善的环境 就是可以去使用警卸 所以导致警察 不敢使用警卸之后 自己又面临危害 然后人民的生命身体安全 又也面临危害 对 就有这样的氛围 所以于是就 对 就在9月30号 就通过了 警卸使用条例 那这次修正 有一些修正 我们可能后面会谈 我们节目一开始 就来讨论一下 就因为这个事件 引发社会上 很大的讨论嘛 整个讨论的风向 感觉起来是 好像因为 远警会很担心 使用了这些 他身上的 这个警卸 所谓的警卸 可能就是指 身上的枪啊 刀啊 之类的东西 明明本来是要 对付坏人的 那反正远警 反而很担心 自己未来被告 所以他们都 都不太敢使用 大家要进一步的 讨论说 如果这个社会的 这样子的一个 现象不能够改善的话 保护人民的警察 没有办法得到 法律保护 法律反而 都在保护坏人 虽然这个 分额分额 好像有点是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 讨论一下这个现象 说这个现象 到底存不存在 前进整理了很多 就是过去 类似相关的判决 那我们可以一起 来讨论看看 这个现象 到底存不存在 然后以及这个 相关的问题 我们该如何来解决 那一开始 我们就要先来 讨论一个问题 因为它是一个 法律问题嘛 那法律问题 最喜欢从定义开始 所以我们要先从 到底什么是 警械开始讨论起 因为必定要讨论 警械的话 这个警察拿在 锁上的东西 都能算是警械吗 还是他有一定的范围 OK 我们警械使用条例 规定的警械 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种叫棍 第二种叫刀 第三种叫枪 第四种叫做 其他器械 这个棍 意思就是警棍 那刀的话 大家从来没看过 叫警刀 好像没有听过 这原警是怎么放刀子 警刀 对 确实没有 就是日本时代的武士 是不是 实际上放武士刀 这个台湾好像 没有听过这件事情 因为根本就没有购置 所以其实没有警刀 哦 根本就没有买就对了 对 然后枪的话 当然就是警枪 但是要注意的是 警枪其实包含什么 包含手枪 冲锋枪 步枪 散弹枪 机枪 跟火炮 OK 火炮 对火炮 你没听说就是火炮 有这么厉害的东西 有 但是就是 没在用 其他器械的话 这包含像 瓦斯枪 震撼弹 电击器 或者是警靠 然后高压喷水 喷瓦斯车 这种东西 OK 对对对 大概有这么多种 那虽然看起来 好像有这么多 警械可以使用 可是你时常会发现 你常常看到警察 在拿的 就两种而已 就是警棍 跟警枪 对 那我们现在 现行的这个 警械的范围 列了这么多 其实它有一些问题 包括第一个问题 是说 在这次修法之前 它有列一张 所谓的警械规格表 这个表呢 是由行政院订定的 但行政院层级非常高 所以你要修正这个表 会非常缓慢 所以就导致就是 我们刚刚讲 里面包含火炮 这种事情 其实它是很久以前 把它放进去 那时候是基于这个 两岸情势不稳定的考量 才把它放进去的 但到现在都没有拿掉 然后 你说火炮是因为 两岸情势不稳定 对 两岸情势不稳定 所以让警察拿火炮 我看到的资料是写 1989年放进去 我不确定 这个资讯是不是正确的 OK 火炮就是什么 火箭炮吗 破级炮 破级炮 战防炮 这种东西 但显然 远警没有办法接受 这样的训练嘛 对啊 这个怎么像 这看起来是国军 在用的东西吧 对 但如果战争时期的话 警察用这些东西 稍微可以理解 对对对 那总而言之 就是会出现这种 好像实际你训练 不会训练 这些东西的 怎么去如何使用 但是他就会放在里面的情形 还有有一些是什么 就是应该要被放进去 但是他没有在里面 像是什么东西 像是什么呢 像是 现在其实还蛮常看到 另外一种叫做防护型 应勤装备 像是辣椒水 就是胡椒水之类的东西 那警察可能会拿起来 喷一下就 马上把群众给驱散 这种东西 其实算是蛮好用的 而且 就不会有致命性的伤害啦 那另外还有一种是 塑胶的束带 那有一些人可能会 看过 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 反正就是 有点像菜市场 那个粉红色的那个东西 有点像 束带要怎么形容 我想看 束带要怎么形容 菜市场的粉红色 那个也有点奇怪 这个 不太是那种束带 等一下 对 长得不一样 但是概念是一样的 这个束带 这个会通常会拿来绑什么 绑线 比较常常用在绑线材啦 对对对 它这个其实是 比较常用在绑线材的束带 突然要形容有点困难 反正就是束带 就这样 它搭替Google束带 然后Google这边跳出来 基本就是那个东西 对 它就是可以把你的手给绑起来 所以它可以替代手铐 对 那因为手铐是铁座的嘛 所以如果你被戴上手铐之后 你被拉着走的话 那其实是很痛 对 很痛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舍弃掉手铐 改用束胶束带的话 对那个手的伤害会比较小 它其实是比手铐 更就是更亲民一点的选择嘛 对对对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那另外还有一个其实也算是蛮重要的 也没有被列入 叫泰射枪 其实就是电极枪 就美国时常会看到用的那种 这种东西虽然现在台湾有购置 可是它现在就是 我不确定算不算在那个其他器械的电极器里面 对但就很明显感受到说这个警械的规格表 它其实是非常落后 它把我们觉得应该用不到东西放进去了 但是把一些你觉得 哦警察很需要用到的东西都没有放进去 对就现在这样的状况 OK所以 所以那个警械使用条例呢 它就呈现了一个很诡异的状况 就是旧的东西一大堆 然后新的东西该有的没有 对就是这样子 OK那接下来就要讨论 那在什么情况下面可以使用警械 因为整个警械使用条例呢 它整个架构大概是这样 就是先规范什么是警械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情况可以用警械 然后使用警械要注意什么事情 它的逻辑其实大概就是这样 对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要讨论 那什么情况下面可以使用警械 OK警械使用条例呢 它针对一些少数集中警械的使用情形 就是它做出一个规定 那首先是警棍 它有规定说你什么样的情况下 可以拿警棍来指挥 然后跟什么样的情形下 你可以拿警棍来制止 你的执法的对象 那什么时候可以拿警棍来指挥呢 首先当然是疏导交通嘛 就最常看到 虽然现在其实警察如果需要疏导交通 他们其实拿的也不是警棍啦 是拿那个会发光的棒子 对对对 其实拿的是交通棒跟警棍不太一样 对 那无论如何警棍是可以拿来指挥交通的 那第二个是疏导群众 可能群众就可能参加什么活动啊 或者是怎样情况 人很多聚集在那边 他可以就是可能搭配警哨 然后逼逼逼 然后说赶快往前赶快往前 这种情况疏导群众 那第三种是戒备意外 有可能是建筑物可能要倒塌 或怎么样的情况 那可以拿警棍来指挥 避免伤亡出现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棍子 警棍是一种棍子 对 这个也算是一种警械 对算是一种警械 那警棍其实也有分它的材质啊 不过就是像木植的 然后还有我记得是 忘记是铝植还是铁植的 对有分这几种 然后长度也会有一点不一样 对 那另外就是拿警棍制止 你的执法对象的情形 那你什么时候可以这样子呢 首先就是你要协助侦查犯罪 或者是搜索扣押 居体 击押 就是这些司法的那个程序 然后你觉得有必要用强制力 来执行的时候 对 那可能这个人要被逮捕 他不想被逮捕啊 然后就拿刀对着你 就是吆喝啊 就说你敢逮捕 你试试看等等 诸如此类 那你觉得 有需要以强制力执行的时候 就有可能 就是警察会用警棍来制止他 OK 对 那另外一个情况是 比较广泛 就说依法令执行职务 遭受胁迫 对 但我们讲到这里大概可以 已经有慢慢有感觉是说 警卸使用条例的规定的使用时机 它其实是相对模糊的 像是我们刚刚讲 以需要强制力 跟遭受胁迫 这些的判断其实都会变成是警察人员看了法条之后 他其实不知道 他其实要到具体的现场真的发生了某些事情 他才有办法去想说 有没有符合法律的使用时机 然后才去使用 而且他这个使用时机还有差别的 就是譬如说遭受胁迫的时候就可以用警棍 对 可是要生命身体自由装备遭受强暴胁迫 或者是有事实足认为有受危害之余 才会得使用枪械 对 所以可以使用警棍的情况比较宽一些 可以使用枪械的情况比较少一点 对 看起来就是比较危急的情况的时候 你可以去用紧刀或者是枪械 对 然后譬如说像这个抓犯人 像我们找到案例里面 常常大家会讲说 那个警察抓犯人犯人逃跑什么的 协助侦查犯罪或者是搜索扣下 居体积压及逮捕 需以强制力执行使 可以用警棍 但是如果是依法因逮捕的人 拒捕脱逃 那就可以用枪械 这还有不同的状况出现 对 没错 对 所以那这个条文上面的用语 你的意思是说 因为这个用语不是很明确 有一些落差 所以会造成警察的困扰 对 基本上是这样子啦 那它造成什么样的困扰 有什么具体案例吗 首先具体案例的话 我们可以先谈谈看 刚刚那个拒捕脱逃 因为刚刚讲说 如果依法因逮捕 或拘禁的人 拒捕或脱逃的情况下 你可以使用紧刀或枪械 那会常见一个情形是 你觉得 诶 拒捕脱逃 好像还蛮明确的 一个人在你面前 警察对他说警察不要动 然后那人转头看你一眼 他就逃跑了 这算不算脱逃 对 这算不算脱逃 觉得好像是脱逃 但其实不是 就在司法的判断上 所谓的脱逃跟逃逸 这是不同的事情 那这一般人哪会觉得是不一样 对 一般人就不会觉得 脱逃跟逃逸 不是那翻字典会觉得同意词吗 对啊 什么意思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般如果他只是单纯的 诶 看到你逃跑 那个叫逃逸 那脱逃是什么意思呢 脱逃的意思是 先脱再逃 他要先脱衣服再逃跑 你说先抓到了 挣脱再逃跑 对 先挣脱再逃跑 所以他首先必须要先 被强制力给拘束住 然后他为了想要逃跑 挣脱他 然后再逃跑 所以按照法院的标准 警卸使用条例里面 可以使用枪械的脱逃 是警察要先抓到 他又跑掉 才可以开枪 对 这不过 很干大的地方就在这里 虽然你讲说要先强制力抓到 那需不需要到上铐的程度 其实也不用 像我们刚刚 我们等一下可能会提到一个案例 那个案例是 因为你抓到还有分等级 那你摸到就算吗 对 你摸到就算吗 你要牵住他的手 要上铐 对 你要压住他 你要上铐 还是你要把他带回警局 还是你只要碰到他 就算呢 这其实是非常多的情形 像我们等一下可能会讲到案例 那个是什么样的案例 那个是警察抓住他的肩膀 法院认为 那个算是强制力有到他的身上了 压制住了 对 那这个在法院判断上 可能会有所不一样 那另外一个我们觉得 会有点尴尬的情形是什么 这边讲说拒捕或脱逃 那表示逃的情况 有可能他脱逃的时候 你可以用警呛 尴尬的地方就在于说 现在法院其实不太认同 如果这个人是在逃跑的过程中 警察用警枪打他的这个行为 因为法院一般会觉得说 这个警枪 他危险性比较高 所以如果他这个人 是在逃跑的那个过程中 那你去 比如说去打他的脚 法院未必会认为 你的行为是合法的 对 所以就会变成是这一款 虽然列在这里 但是不是实际上 在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 你打他的这个行为 都会是合法 那到未必 到未必 对 哇好妙 那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讲好不好 愿庭有找到几个判局 我们来讲 我们从判局面看看 说这个案 这些东西是不是真的 不是那么好认定 OK 那在讲这几个案例的时候 首先必须先介绍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刚刚讲使用时机嘛 就表示你要用警棍的时候 你有一个某些法定的使用时机 然后你要使用警刀或警枪的时候 也有某些使用时机 那法条都有列出来 那针对枪械这个东西 法条特别规定一个要件 一个形状就是说 你要符合这个 你才是属于可以合法使用警枪的使用时机 那这是什么呢 就是急迫 你必须要急迫的需要 才能够去使用它 嗯 那 那就关键就来了 那什么叫急迫 对啊 对什么叫急迫呢 急迫有时候我可能 我可能觉得很急迫 但是法官不一定觉得很急迫啊 对啊 这其实就是 另外一个我们觉得很尴尬的地方 那什么叫急迫呢 像我刚刚讲说 就是法院通常不太 不太认为说 你单纯这个 在逃跑过程中 这个这样的情况叫急迫 因为没有造成其他人 或者是警员自己的 的生命的 或身体的一些危害 嗯 那相反的 如果这个人有造成你的危害的时候 就法院就比较有可能 认为说 哎 现在是一个有急迫需要的一个状态 我们举一下案例 像2001年 台北的这个永和分局 就有一个园警 然后他就接获同胞 就有一个 就是精神异常的人 就一直躺在那个人家诊所门前 然后他就去驱赶他 驱赶之后呢 那个人就 就就骂了几声之后 又走走没多远 又跑去麦当老门口 躺下来这样 就到处躺 对就到处躺 到处躺 然后就有一个路人 跑来跟园警说 那个人我知道他 他之前拿打火机 然后还拿报纸 要烧 那准备要烧 停在路旁的机车 然后警察一听就觉得 哦 这不太妙 所以他就是想要过去盘查他 就一盘查 那个被盘查的这个男子呢 就 就觉得很不爽 他就觉得你 警察一直来烦他 他就跟他起口角 他竟然 预藏了一把水果刀 然后就掏出来 开始刺向远警 那幸好远警是没有被刺到 然后远警看到就 就也很惊吓嘛 他就马上就是 掏出他的警枪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他他就要求 这个男子把刀 要把他丢掉 然后对空名枪的三发 那整个过程非常混乱 那过程中有一段 比较复杂的追逐 总之呢 那个男子跑到的通讯航前面 然后远警在对接 跟他对峙的时候 朝他的腿 开了两枪 两枪都没中 一枪打中通讯航的玻璃 然后 通讯航给随 对 通讯航很随 另一枪呢 不小心击中周围 经过的路人的脚踝 那造成粉碎性骨折 路人也很随 对 就是我膝盖中了一件 关节活动受限这样子 那就总之后来 这个人被制服了啦 那 这个远警 后来进入法院之后 法院就判断说 这个 他跟这个男子之间的 这个对峙的情况 到底有没有这个 使用警枪的急迫需要 那地方法院认为是有的 但是上到高等法院 高等法院 用一个关键的理由 认为没有 他认为说 两个人距离三公尺 那 他觉得有点远 没有到那个 急迫的情况 就没有到急迫的需要 需要用到警枪啦 所以觉得你这个不合法 所以一审是合法 对 一审是合法的 因为过程听起来很急迫啊 因为他已经有拿水果到 赐远警的这个行为了嘛 然后后来双方有一些 追逐的这个 情况 啊 两次不知道 反正有些那个远警 跟那个犯人这样追逐 然后对峙的情况 对 你说间隔三公尺 到底是不是算急迫 这都很见仁见智 我不知道 对 我这边就是有 有找到一些 就是可能 比较熟悉 就是警匪对峙的那种 警匪攻击战的那种 民众 他会在 这类的新闻下面留言说 如果去看这些影片 那 你会发现说 在很近的距离 用枪反而是不好的 因为可能用刀的歹徒 速度比你还快 就先砍到你了 那 到底三公尺 就是够不够近 够不够急迫需要 那法院显然在 这个案件中 认为是不够急迫 不过这个案件中 提告远警的 是被抓的这个人吗 不是 是脚踝受伤的那个人 所以是那个 倒门的路人吗 对 是那个倒门的路人 所以对那个路人来说 他可能觉得很衰吧 对 他觉得很衰 那个路人的心情 大家可以理解 就是我莫名其妙经过 然后就被这个榴弹扫到 可是远警大概也 我觉得站在远警地上 大概也觉得很无奈 就是 就是对他来说 他应该会觉得 真是蛮急迫 因为他先前面 已经先有一个 对峙的状况出现了 然后后面又 又跟他有追逐 你说跟他距离三公尺 所以 所以就没有 就没有开枪急迫的需求 那如果他这个冲过来 怎么办呢 对 这就是 我觉得很值得 反复思考的 三公尺 算近还是很远 对 对 那我们还有其他案例吗 其他案例就像是说 如果是单纯 逃逸的情形 像我刚刚讲 法院通常会认为 没有那个急迫需要 那有一个案例是1996年的桃园县发生的事情 那那个案例基本上是一个疑似窃盗的那个通报案啦 那警察就去追嘛 然后在某个巷口 忽然听到那个汽车警报声 他就觉得啊 一定是那个人 移动过去的时候呢 就果然就看到一个人骑着机车 他用毛巾覆盖住他的车牌 然后这个是符合那个当初报警电话的那个描述的 所以他就觉得一定是这个人 所以呢 他就跑过去要抓他 要求他要停下来 那个骑车的男子呢 就先骑车往警察冲过来 那警察看到马上对空鸣枪 鸣枪一发之后呢 这个男子看到就怕了 就转过去 180度转啦 然后就开始骑车 朝背向他的方向 持续骑车 然后警员呢 在他距离5到10公尺的距离 对着他的机车的 的这个后轮 开枪两发 那一发打中他的臀部 另外一发打中他的背部 然后打中背部的这一发呢 刚好穿透他的右行尸 所以他就不是不自身亡 被打死了 对被打死了 那 这个这件案件特殊的点在于说 这个人的哥哥还是堂哥 刚好是个警察 所以其实 其实是这件案件是 那个警察 被害者那个哥哥 跳出来说警察 违法用枪 警察告警察 对警察告警察 OK 那为什么他觉得警察违法用枪 这件案件法院最后认定 确实远警是开枪违法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 虽然一开始的时候 有冲向远警 但是在远警对空鸣枪之后 他改方向 朝背向远警的方向 然后前进 他完全没有造成远警的任何的 生命的威胁 他就是在逃逸的一个状态 所以远警在这个情况下 对他的车轮 虽然是车轮开枪 但是 其实大家建立一个概念 就是手枪还蛮不准的 很容易失准 然后就会打到其他地方 所以你射出去之后 果然就打错其他地方了 那 法院认为说 这个其实他在逃逸嘛 没有这个急迫需要 就觉得确实违法 就是刚刚讲的那个什么逃逸跟脱逃的那个差别 对对对 差别在这里 因为那个人就是看到警察就跑掉 警察没有真的抓住他 对 也没有真的抓住他 那就算抓住他 真的逃了的时候 然后开枪好像也未必 因为他们也没有从事伤害警察生命身体危险的行为 因为他就是跑掉而已 对就是跑掉 可是这种民众就会觉得说 那他就跑掉的话 那以后大家就跑就好了 是不是就跑个警察追 这个其实就是现在很多警察 就是自己默默在执法过程中的想法 就觉得说假设这个人真的脱逃了 我也不要做什么开枪什么都不要住 对啊 不然的话就会很容易被搞 OK 那另外一个情况是什么 我要举一个反例 就是说法院就是说 这个人虽然逃逸 但法院觉得确实有击破的需求 这个案例也在2009年的时候 这个有一个远警在巡逻的时候 发现有一个人没有系安全带 然后违归红线停车 觉得哇 而且他交通警察 他看到当然就是直接去要求这个人说 下来 结果这个男的没有下车 他直接开始就回转 把车回转 然后开始逃逸 然后远警就一直追嘛 一直追一直追 最后再追到一个地方的时候 他这个男子呢 因为红灯的关系 他停在这个路口旁边 然后远警追到了之后 就在他的驾驶座旁边 就左侧 拍他的窗户说 哎 下来下来 结果这男的怎么做呢 他把方向盘往左倾 然后开 撞倒这个远警之后呢 再马上开走 这个远警被撞倒之后反应也很快 他马上就站起身 然后直接拿枪朝他的车子开了四发 那开了四发之后呢 这个男的没有被打死 他就是手臂的部分有一些插伤 那还好 听起来轻伤而已 对对对对 那因为他没有死嘛 所以他后来他就去告这个远警 就说呢 就说你这个 这个很明显 我虽然撞你的 但我已经在逃跑 在我的身后开枪 单纯只是因为你 你对我很不爽而已 对 对 他就这样主张 所以就请求远警应该要 给付他精神卫辅机 五十万 后来他是败的 那法院是怎么说呢 法院就是认为说这个 这个人啊 就撞倒远警嘛 导致他受伤 然后当下 法院没有多说什么 就是认为有使用枪械的击破需要 然后法院又说 这个远警已经倒地受伤了 好像很难期待说 他可以用其他器械 比如说警棍去阻止这个人逃跑 所以认为说 这个远警开枪行为是合法的 两件事情看起来蛮像的啊 对两件事情其实是蛮像的 就是两个被抓的人 都是在被抓的时候逃跑 对逃跑 然后逃跑之后呢 远警追上 唯一的差别是后面这个案件 远警有跌倒 对 算跌倒吗 对 算就是有跌倒受伤 就是因为他跌倒受伤了 所以他跌倒后 他就立刻对着男子的车开 开枪事发 对 然后再追上 那前面 唯一差别是在这边而已 所以那这样子的这个事情 可能会让更多的警察 更付福气 说靠腰我要先受伤 可以开枪 我们警察 那个警察之间行事法 跟警械使用条例的 使用枪械的药件 没有警察要先受伤这件事啊 对啊对啊对啊 但就是判决出结果出来 一比对就会发现 这个急迫需要 哇不同法院 不同法官 认定真的有可能会有差距 所以我觉得 有的时候真的是上法院 真的是需要拜拜 就是遇到什么法官 真的会结果会不一样 对 真的结果是会不一样的 但不管怎么样 因为法条本身不够明确 不够明确 有时候的用意是在于 赋予法官 在个案上面有更大的裁量权 自然就会造成案件 在不同的法官手上 事实其实看起来很像 但是因为法官 个人的生命经验 法官个人的主观偏好 价值观等等不同 而做出不同的决定 这个是法律制度 本来就预设允许的状况 对确实没错 但是就是应该说 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 那法官到底了不了解 袁警在这个执法的现场 当下他面对到的情况 跟他所能够掌握枪械的程度 到什么程度 我觉得这算是 警卸使用条例 他之所以产生争议 就是司法跟警察之间 会有很多不同意见的 关键点就在这里 就在于说 袁警是当下的那个人 他是当下开枪的那个人 而且他是一个人 他受到人的局限 人的反应速度 可能没有那么快 然后他可能没有办法 第一时间就注意到 很多很多的迹象 那但是法官是怎么样呢 法官是在事后 根据所有客观的 还有根据所有客观的资料 来精细的判断 到底每一个时机 每一个动作 几分几秒的时候 这个人做的对不对 OK 这就是差距 就会变成是 执法人员认为说 他有他的极限在 而且法官没有专业经验 法官未必是那个整天 就是去把场开枪的那个人 他未必知道 开枪是什么样的情况 但是他案件来 他就一定得判 他没有说 我没有开枪的专业 我不能判 把这个案件移中 他没有这个权利 他一定得判 而且他必须要谨慎 然后很精细的去判断 这就是两者之间的差距 不过这样早上都把责任 推给法官也不是很公平 因为法官本来就只能 从事后来去检视 这个行为的合法性 因为法官的工作 本来就是只能从事后 可以回复现场的 可得的证据 来去想办法拼拼拼拼出 整个案件的全貌 然后再从事后 可以拼拼出来的状况 来去论断这件事情的状况 那跟在事情当下 要面对到紧急状况的远景来说 本来就会有一定程度的落差 确实 所以 这个本来就是司法制度的本质 司法制度本来就只能从事后来 尽量的去还原真相 所以我们讲这个也不是说 要去怪法官 法官都是恐龙 或者是法官都是马后炮 是要提醒大家说 这个是诉讼的本质 本来就是这样 我们又没有时光机 又不可能就是什么都来梦时光电视打开来 然后直接播放现场的还原 根本就做不到这件事情 所以当这个案件要透过留下来的证据去还原 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 本来就一定程度上很困难 确实这也是我目前研究到现在的一个初步的心得 就是认为说警械使用条例目前面临的困境 其实一方面是因为警察有他的局限性 另一方面也是什么 也是法官也有他的局限性 那既然法官没有这个开枪的经验 没有相关的这个知识背景 所以关键就在哪里 关键就在于我们要让法官有足够的资讯 知道说到底冤警在现场开枪的时候 实际面对到的情况 是他到底在这个状况下 有没有办法反应 还是他根本就没有那个能力 因为他是一个人 他没有办法反应到零点零零几秒的事情 等等诸如此类 应该要让两者的资讯差距尽量被消除才对 通常有一种马后炮的检查方式 但是这种检查方式有的时候也很多人批评 但是这已经是没有方法这种方法了 有没有那种比如说什么工作流程 SOP准则可以帮助我们来去判断 说这个在当下是不是有一些步骤没有做 所以我们可以比较平行 要认定警察是有过失的 或者是有一些步骤已经做了 够急迫之类的 我们有没有一些类似这样子的一些判断标准 是有提供给警察的 那也可以让法官在事后来去检验 所以有没有做到这些标准的 OK 那我举例来说 比如说在医疗纠编里面 常常可能就会去判断说 这个医生的手术 他是不是有符合所谓的医疗常规 如果有符合医疗常规的话 那基本上这样子的一个 即使有发生医疗纠纷 也就是这个医疗的医疗行为 比如说开刀 还是来医死等等的 可是人家医生如果他就是 他整个这个开刀的过程 都是符合医疗常规的 什么相关的SOP 该消毒有消毒 然后该检查的 该看的数据都有看 然后该打的药剂都要打 然后可能不同的药之间的 这个可能不能够混在一起 只有注意到等等的 那你也不能怪他 那些人本来就是会死 病本来就不一定吃得好 所以这一批的举例来说 就是医疗纠纷的话 通常会有所谓的医疗常规 那警察在这样子的一个执法现场 他有没有所谓的 譬如说执法常规这一类的东西 其实有 但是那个SOP的程度呢 远远不及你刚刚提到 医疗的标准化程度 那怎么说呢 我们警证署2016年的时候 有公告一个叫做 警察人员使用枪械规范 这个东西 那他是参考联合国 执法人员使用武力 和火力的基本原则 联合国 对联合国 听起来蛮屌的 对听起来蛮屌的 但他制定出来 我觉得很不够用 怎么说 怎么说呢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他制定了什么 首先呢 警察人员执行职务 使用枪械 应该要怎么样呢 他说要先认知到 全班情况 然后审酌下列 情形综合判断 要审酌什么呢 使用对象是谁 人数有多少 然后人车啊 建筑物密集程度啊 然后跟这个 有没有一些替代方式的可能性啊 等等诸如此类 那比较SOP的是什么呢 比较SOP的是 他有规定说 执行各项植物时 研判自身或他人可能遭受袭击时 可以持枪警戒 那这又是一个跟有写跟没写一样的东西啊 你会发现他写出来 就好像另外一部警卸使用条例一样 他只是把急迫换句话说 他只是把急迫这两个字 写的更冗长的东西而已啊 因为警卸使用条例是说 急迫的时候可以用枪 那你刚刚说那句话是什么 再讲一次 研判自身或他人可能遭受袭击 这就是把爷爷的孙子改成爸爸的儿子 一样的道理 这不是一样的东西 然后就他没有变得更具体啊 这显然这个对就是改善这个警察在司法现场 到底什么情况可以用枪 什么情况不能用枪 没有任何帮助吗 我觉得是真的没有太大帮助啦 因为我刚刚跟庭义把这个录音暂停 那我们就一起在网路上搜寻 就发现这网路上真的找不到这个东西的档案 就有找到这个东西的档案 可是再来自某一间参考书公司 然后后面还压了 那个档案上面还压了参考书公司的腐水印 然后让我觉得很诡异 然后说怎么会这种事情 然后但是后来查一查 我目前觉得这东西应该是真实存在的 应该是没有问题 是因为立法院的某一个议案的关系文书里面 有提到 行政署确实有订定这份文件 但是认为授权不足 那因为在这个关系文书里面 有特别强调说 警察人员使用枪械规范 一来没有法律授权 二来也不是一个有送入立法院的合备 或者是检查的法规命令 简单来说呢 它就是一个没有法律效力的东西 那它的性质呢 如果按照法律人的用语的话 它就是行政规则 就是一个长官用来告诉下面的人 该怎么做事的SOP而已 这个东西 它在台湾的法律地位里面 其实是属于一个 没有太多法律效力的 没有太多意义的东西 是 那如果这东西本身 已经没有太多法律效力 但是它内容又是非常的 抽象 非常抽象 所以显然就没有办法 太能够解决问题嘛 尤其是它这边第六条 有特别提到说 警察人员执行职务时 遇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的进行涉及 可这边这东西 不就是把法权贴过来而已嘛 这边看起来就只是把 警械使用条例的东西贴过来而已啊 这个东西 其实不是原本 警械使用条例的东西 但在今年9月30号的时候 他们就把这个第六点 直接挪移到 警械使用条例里面 所以本来 警械使用条例不是长这样 对 本来不是长这样 那 今年9月30号 他们就是觉得说 这个东西 其实没有什么法律效力 我直接把它挪移到法律 所以我错怪它了 本来是他算是写的比较好的版本 对他算是写的比较好 写的比警械使用条例好 哦 ok 但是还是很不明确啊 因为 好了我觉得不能说他写的不好啦 就是法律可能没有办法去细迷移吧 所以总是会在有些地方留下 许多狭想的空间 对 许多狭想空间 你才有办法去处理 各式各样可能出现的情境嘛 但是这个对于这个第一线的执法人员来说 这就是很困扰的事情 因为不管在各行各业 我想不是只有警察 在各行各业 所有的基层的人员 我想大家都当做基层员工 基层员工他需要的就是非常具体的指令嘛 你就是告诉我该怎么做 你不要让我在那边不知道该怎么做 然后做了之后呢 事后又跑回来怪我 这个对基层人员来说是很困扰的事情啊 比如说在工厂上面的作业员 你就是告诉他该怎么作业 你不是让他自己思考说 这个时候又从左边开始做 这个时候从一边开始穿洞 那后面怪他说这良率不好 他觉得莫名其妙 就是统一 所以第一线的人员 他需要的是一个非常标准化的作业的方式 你要让第一线人员有一个非常大的执量空间的话 你就必须要接受 那之后做出来的东西 可能就会有品质 不是那么稳定的状况 确实 那我这边念一下 这个枪械规范 规定说什么时候得进行射击 我念个第一款 他说持有致命性武器或危险物品 或以暴力交通工具等攻击 伤害挟持 挟迫警察人员或他人实 大概是就是比较类似像法律的法条式的用语 OK 另外一个其实还有一个类似SOP的东西 叫做什么呢 叫做执行职务使用枪械作业程序 那这个也是就是警政署他公告出来的 那听起来比较像SOP 但是他有很具体吗 我也念给你听 流程是什么呢 首先呢 你应该要依照现场状况判断是否符合使用枪械的时机 是的话判断该事件是否基于急迫之需要 如果否的话呢 就不得使用枪械 如果是的话呢 你就要开始考量有无其他替代方法或手段 其实听下来 不是有讲跟你讲一样啊 你说他第一个 他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叫做一现场状况判断是否符合使用枪械之时机 那他有提供一些具体的判断的参考的标准吗 就是使用枪械的时机 他写在右边 然后看起来跟法条一样 右边是 于现场状况 他这个SOP流程没有错 所以第一个节点是否符合使用枪械时机 一 未避免非常变故维持所谓之战 那不就法条内容吗 像简单来说 我们园警手上拿到的东西都是法条内容插一套去嘛 对 就法条内容插一套去 他没有更具体的东西 让他们去操作了嘛 对 没错 就是面临现在这个状况 就是好 那我要开枪 现在急不急迫 你觉得有急迫需要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 什么叫急迫 需要 就是你很急 你需要的时候 然后警察人员就不知道了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现在这状况就大概是怎样 那个人要逃跑啦 本来那个偷车贼 他跑跑人他不急迫吗 那到时候没抓到的话 被害人要怪警察 对啊 就是 被害人怪警察会一直不开枪 那到时候会又上新闻 说警察都重犯坏人 那开枪了 警察变滥杀无辜 对 也不是滥杀无辜 他不无辜啦 警察变 警察变执法过当 对 所以台湾的这个警察教育 在这个教育的过程中 有没有一些教育的内容 是可以告诉警察 什么情境应该开枪 什么情境不需要开枪 其实 我们现在有比较具体的训练方式 是什么 是常训 他们有就是所谓的 常年训练的东西 那他们比较近几年的时候 才开始采用模拟情境式的训练 什么叫模拟情境式的训练呢 以前他们训练都是什么 就是什么荔枝射击 然后什么仰卧射击之类的 就是教你射击的动作 怎么稳住枪 然后射击 但他们没有教你什么情境的时候射击 就没有这类的 那他们近几年开始建立起 在新北市 有建立起一套 就是电子的模拟情境的一个系统 他就是一个什么投影幕 然后在那边播放影片 然后播放了影片 影片出来可能就是有一个人扮演歹徒 然后从车上下来 然后可能突然拔枪的时候 你就是要在那投影幕前面 做出指定的动作 这算是他们目前比较新 比较情境化的训练方式 对 但这个其实还没有普及到 每一个警察人员上 不是每个县市都有 对对对 那刚刚讲的是使用枪械的时机 那使用枪械的方式 有的时候也会是个争议 因为警察实宣刑事法 还有这个警械刑事条例 他除了针对什么情况下面 你可以使用警械以外 他也有针对警械使用的方式 有做一些原则性的规定 比如说警械使用前例第六条 还有规定 基于击破需要 合理使用 不得逾越必要程度 对 法条案都是这样嘛 然后再来是 警察人员使用警械的原因 已消灭者 应立即停止使用 譬如说已经逃脱的人 你又招到他了 就不可以再对他开枪 这个比较好理解 我觉得这稍微好理解一点 那警察人员使用警械时 应注意物伤及其他之人 这像是一句废话 对 因为警察本来也不会 就是你只用枪械 警械的时候 你也不是要故意去打其他人嘛 然后第九条 警察使用警械时 如果如非情况急破 应注意物伤及其人致命之部位 对 所以急破更急破 就可以 就是变成 还是有一个急破的 这个判断的状况出现 对 那就会变成说 那所以意思是说 如果我急破的时候 我可以伤到他的致命部位吗 没有 法院说不行 什么意思 不是说情况急破就可以吗 他是写说 非情况急破 要注意物伤及致命部位吗 对 那通常我们会觉得说 反面解释啊 就是变成说 情况急破的时候 好像就可以不用太注意说 是不是伤到致命部位吗 那关键就在这里 因为警械使用条例的规范 大概都长这样 非常的简陋 所以你如果看很多判决的判断 你会发现他法院的判断 并没有完全按照警械使用条例 每一条做出一个很结构性的判断 这条文字的原文是 如果如非情况急破 如果不是情况很急破的话 应注意物伤及其人致命之部位 好很老口 原来是podcast嘛 大家没有闻之 可能听了就 听了就觉得很痛苦 可能你想把它关掉 我们把它变成白话 如果不是情况很急破的话 应该要好好的注意 不能够伤到对方的致命部位 对没错 所以你一直是有法院认为 这句话的我们一般人看的意思就是说 所以情况急破的话 就可以伤到致命部位 对 但是法院人不是这样 对法院的见解不是这样 法院意思是说 他是如果不是情况急破 你就要注意误伤及其人致命部位 但如果情况急破的话 你只是不需要注意 你应该是说你伤及致命部位 我也未必会认为你是合法的 因为你只是稍微不用那么注意而已 对 因为本来是应注意 应注意是一定要注意 本来如果没有急破情况的话 你一定要好好的注意 不可以打到人家的头心脏 对 这一类会致死的部位 对 但是如果情况急破的话 有些法院认为 你只是不用那么注意而已 对 那不代表你可以直接打人家头 直接打人家的心脏 如果听众觉得这里 已经觉得法院判断 有一点复杂的话 我讲一个更复杂 对我们直接举例好了 我们直接举例 因为有可能这个文字 这样绕来绕去的 其实当律师当久了 有时候觉得是不是法律 常常就是文字游戏 他常常就是这个否定 那个加上去 然后这个文字怎么解 比如说逃破跟逃逸 就可以变成不一样的意思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遇到 身边的朋友 就会开玩笑说 律师不就是文字游戏 有的时候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回 确实就是啊 确实就是啊 这不是文字游戏 那什么是文字游戏 好我们这边就直接举个案例 1995年的时候 这个台北县 这个三峡分局 发现就是路边 有这个尸窃的张车 那其实这是一个 埋伏的案件 那他们要埋伏要抓人 那这个尸窃的张车 他们就觉得说 是他们要抓那个人 在开的车 所以他们就前往埋伏 当天晚上这个 果然就有一个男子 要登上了张车 一看远景一看 登上张车嘛 就上前说 我是警察 出示证件 然后就要你下车嘛 那这个男子怎么做呢 他直接猛踩油门 直接撞倒 那个出示证件的远景 然后呢 另外一个远景 因为同一时间 刚好在抓握 他那个驾驶座的车门把守 就是他想要直接 打开他的车门 结果他一冲 他直接手抓住嘛 就直接连车带人 就被拖行 拖行一段距离 然后摔倒 就是远景已经遭受到伤害了 现在这个情况 远景就连人带车的 这样被拉走 对被拉走了 这超危险的 对 所以这么危险的状况下 旁边一个远景怎么做呢 这个图信的远景 他就拿出枪 对空鸣枪了一发 之后呢 这个男子没有停止 在距离这个男子 一公尺多的地方 朝车轮开一枪 又在右边呢 就是车子的右边呢 开一枪 然后这个男子 还是加速逃逸 这个图信远景怎么做呢 朝他的车后 连开七枪 直接把弹夹全部打完 这样子 那其中有三发呢 分别打中了这个无姓男子 就是被要被抓的那个人 左肩右肩跟右边的肾 然后有两发穿透 左肺右肺跟肝脏 所以就算是有被打到好几个地方 好几个战期 所以最后就死亡了 那高等法院怎么说呢 高等法院认可他的开枪时机 这首先哦 认可他的开枪时机 这个情况可以开枪 对 可以开枪 你有急迫需要 但是他觉得你愉悦了必要的程度 他觉得你就是 愉悦 你可以开 但不用开成这样 对 你不用开这么多 对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高等法院认为说 你距离这个汽车一公尺多而已 那你应该当时不是朝着车身开枪 你要朝着轮胎来开枪 对 那他觉得朝着车身开了九发 已经愉悦了必要的程度 讲到这边你可以发现 第一开枪时机是急迫需要 那第二 就说 法院觉得你愉悦必要程度 你不需要开这么多 然后还打到人家什么 打到人家左肺右肺 打到人家肝脏 我们回到法条来看 你不是说急迫需要 就可以使用枪械吗 如非情况急迫的时候 注意误伤及吗 那我现在急迫情况 对 我伤及人家的致命部位了 左肺右肺 是不是违法 对 高等法院认为违法 对 就是现在这样的状况 对 那更复杂是什么呢 法院对于那个急迫需要 跟情况急迫 认为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OK 对就是这个很急迫 但没有那么急迫 法院会这样讲 听起来很复杂 听起来很复杂 但不管什么 就是就让你觉得 在那个当下就是 不是有一个远警 被连车带人在那个 在上面吗 对 不知道诶 我觉得这些 这些东西 还没有其他案件呢 对 还有一些其他案件 如果你觉得 刚刚那个打完十发 然后其中九发 朝车身打的 觉得愉悦必要程度 你也觉得话 那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案件 2014年基隆市 那有一个人是 疑似入室窃道 然后这个远警就找到他 要他下车盘查 但这个男子呢 也没有下车 一样要冲撞警察 那警察就 贺令说 你给我停止 然后你要下车 但是他都没有停 他就一直往后 然后再往前冲撞 一直往后再往前冲撞 于是远警怎么做呢 他远警就对空鸣枪 之后他还不听 你说他一直冲撞警察 对对对 各个远警的分别朝 左前轮跟左后轮 开了12发跟10发 总共22发 这次都打轮子 对 全部都打轮子 然后 这个潘南呢 也不知道 因为这是不起诉书啦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之他脚踝就开放性骨折了 OK 对 那这个潘兴男子就觉得很不爽 脚踝受伤了 他提出杀人未遂告诉 重伤害告诉等等 那检察官最后就决定说 这个不起诉 OK 对他觉得警察开枪没有违法 没有愉悦必要程度 OK 对 如果前面那个案件是警察打车身 后面这个案件警察就打车轮 对 看到这边会觉得说 车身跟车轮 好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对不对 就觉得如果你打 你瞄的是车身 好像比较危险 如果你瞄的是车轮 好像是为了制止他逃跑 好像比较 觉得说 可以比较容易符合比例原则吗 对 那如果你这样想的话 就掉到我陷阱了 哎呦 哎呦 掉到陷阱里面的 哎呦 是怎样 这就是实物上常在讨论 打车轮 到底是不是一件合理的事情 不合理吗 听起来蛮合理的 因为你今天打车身 也感觉就比较容易伤害到 里面的乘客 里面的驾驶 他们比较容易打死 那你今天打车轮 就是让车子被停下来而已 对 所以就会变成说有一些警方的人士会认为说打车轮还是有用的 就是因为他有一种嚇阻的效果 就说哎你不能再动 你要是再继续要伤害我们的话 我们可能会做出更危险的行为 可能会伤到你或让你死掉 OK 这样子 这有一个嚇阻的效果 可是另外说为什么会讨论打车轮未必是好的呢 对 因为车轮这个东西呢 他其实没有想象中的脆弱 这是第一点 哦真的哦 对没有想象中脆弱 就是常常有一个情况是警察狂打车轮 车轮车轮没有泄气 没有动 打不出动 为什么其实 你脆弱硬是不是 对我们常常看美国的那个电影啊 就是觉得 哦 射一下那个车轮就爆啦 对那就,"嘶嘶嘶嘶嘶哔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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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后那个歹徒就被人抓下车了 我们就觉得这理所当然 没有 Get out, get out, freeze 。 对 但其实没有 为什麽 你要看 我们台湾警察拿什麽枪 还有他用的子弹的 蛋头的设计是什麽 可是台湾的警察的枪 没有美国的枪厉害是不是 就是枪的枪支的差別 它的火力的差别 还有子弹的那个 呃 设计的差别 我们警察一开始不是说 可以拿破极炮跟火箭炮吗 实物上不存在就对了 发雕唱有实际上 没有人在拿就对了 对 首先是没有那么好打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是 你打了车轮 如果他是在 尤其是他在转的过程中 他有可能会发生跳弹 那反而有可能上到旁边的人 或车内的人 对车内的人都有可能被打到 我举个例子 我真的看了觉得非常的荒唐 OK 这个例子呢是一个 你说打车轮就打到车内 对打到车内 这个例子是一个无罪的案例 这个是在2013年的时候呢 这个新北市政府 那个中和第一分局接获通报 有一个人涉嫌偷 社区内住户的汽油 所以远景就去找这个人 找到的 确认他位置的时候 他们就在那个地下室的 那个停车场门口 先放那个机车 阻挡他 OK 他出来的时候我就要盘查他 结果这个男的怎么做呢 下面在那个地下室 拍他那个窗户的远景 就是示意他下车嘛 这个男的 跟之前好几个男的一样 他就直接开车开始逃逸 然后直接撞倒外面的那个警车 这时候刚好有个男子 他是什么 台湾警安联防协会会员 那他看到了这个之后呢 他就拿 他就开启了车内的防警用警示灯 跟警报器 他不是警察 但是他是防警用 他开始追 开始协助警察追 然后他追了超久 一路追到西门 那追到西门 他从哪里到西门 诶 这边 没有特别写是不是 我没有特别记他的那个 啊 没关系 反正就到西门丁了 对 就到西门丁了 台北女子徒鉴 跟这个无关 反正到西门丁 然后呢 对 刚好有一位张姓袁警呢 他听这个要去处理那个民众啊 不知道为什么 就倒在路边的案件 然后刚好听到那个警报声 就看见两台车 诶 一个有那个警用警报器嘛 然后在后面追前面一台车 哦呦呦呦呦 看起来就像是警察在追人嘛 所以他就赶快赶快过去支援 结果这个男子刚好为什么 刚好怎么样 就是因为那边刚好路导案件嘛 对 就救护车刚好提案的 然后旁边一堆车 因为大家知道西门那边车子 其实蛮多的 对 对 然后他就被挡住了 挡住之后他怎么做 他怎么做 他直接开上人行道 那开上人行道之后开始往前冲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西门 那个地点哦 是在西门那个捷运站的六号出口 人最多的那个地方 曾善美剧院前面那个地方 人最多最多的那个地方 红楼那一带 对对对对 那 你说在那个空 人家那个大广场那边这样乱绕 就是他 他直接冲上去 他开上那边的人行道 然后 哇那根本电影也很精彩 那 那边人行道上 他有几个那个实质的挡车柱 如果大家去过的话 应该有看过那个挡车柱 立在那边 那开一开怎么样 直接撞到那个挡车柱上停下来 嗯 停下来之后 那个这个园警 因为看到那个追逐站嘛 所以就觉得这个人一定有问题 他冲过去直接举枪 就说哎 下车 下车之后呢 这个人 这个人没有听 他就一直在移动 他就往后移动 快速往后移动 后面的 因为有很多人在听那个 就是歌手 你知道那边有歌手 那边有些街头的艺人 对街头艺人在驻唱 然后那边人群就开始四散 就尖叫奔逃 然后他觉得会伤到人群 所以就就朝这个车子呢 开了一枪 然后呢 过了十秒 他又开了第二枪 为什么 因为他一直在前后移动 然后又要冲撞的样子 所以他开了第二枪 这两枪呢 我要讲的是什么 这两枪呢 一枪击中右前轮胎的胎面 贯穿了胎面之后 又贯穿轮弧 射入车内 然后从副驾驶座的质物箱塑胶板射出 所以什么 你打轮胎 结果打到车内 如果有人坐在副驾驶座 这个人中弹了 哇 对 就是这个案件就是长这个样子 那 这个案件后来高等法院认为说 这个开枪的行为是合法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开枪的远景 他位置非常的靠右 然后他 就算 你说他就算是朝着挡风玻璃 不是朝着轮胎射 他子弹射进去 他也没有办法预想到说 居然因为射中挡风玻璃之后 因为偏折的关系 物理偏折的关系 射中那个人的腹部 然后他中弹最后死掉 对 法院觉得他没有办法料想到这件事情 就那个人被打死了 对 那个人被打死 那个人后来被打死了 对 被打死了 他这边哪一枪打死 刚不是说有一个是打到副驾驶吗 对 副驾驶座没有人 所以就等于说那一枪没有打到人 但他打的另外一枪是穿透那个挡风玻璃 他是他本来是瞄准 他是瞄准挡风玻璃吗 这个就是有疑问的地方 法院有疑问的地方 他不确定他当下到底是不是两枪都瞄轮胎 还是一枪瞄挡风玻璃 一枪瞄轮胎 对 其实这件事情就算是开枪的远景 他未必都知道 因为当下很紧急嘛 对当下很紧急 你觉得当下很紧急在那边开枪 而且对方在移动 对方在移动 然后你可能在瞄轮胎 但因为他移动关系就变成打到挡风玻璃 对 他如果往前的话 你就会打到挡风玻璃 对啊 对啊 就会面对这样的情况 OK 所以这个使用警械的这个 我们要求使用警械要注意不伤及无辜 然后这些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很简单的原则 但是实际上在判断的时候 事后的判断也相当的困难 对非常困难 尤其是其实我觉得无可避免 法院常常会以最后有没有打到人的结果来判断你的行为合不合法 可是原警是没有办法在开枪的当下知道你受伤的结果到底是没被打到受伤还是死亡 那这些这些成立这些成立责任的原警他们需要赔钱吗 需要一般情况我们讲一般民事侵权行为 比如说我揍你把你打伤了的情况 我我显然是要赔钱的嘛 就是民法规定说我要赔钱 对你你如果被打伤的人去请求 你可以请求我赔你吗 那在公务员他如果拿枪 哎射到人人家受伤或死亡情况 要不要赔钱呢 其实也是要的 那民法规定是什么 民法规定是说在公务员的情形他做出一些特别规定 就说如果公务员是故意这么做的话 导致你受伤 那你就一样依照民法你应该要负担这个赔偿的责任 但如果过失的话民法就特别规定说 这个时候你要先看看其他法律有没有一些规定 才会决定说你可不可以依照民法来赔偿 对那其他法律是什么呢 其他法律我们设计的一部法叫做国家赔偿法 国赔 对国赔 那国赔是什么概念 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国家做错事 对 有一些事情发生了我们觉得国家有责任 但他没有尽责 所以我们觉得国家应该要出面来赔钱 是 那在国赔的案件里面 他设计一套就是叫做代位机制的东西 什么叫代位机制呢 也就是说你告的时候你要去告国家机关 告这个机关呢 由这个机关出面来被告 然后来请律师嘛 然后来准备诉讼资料嘛 来应诉嘛 来处理这些东西 被告告完了之后 假设机关输了 他就赔钱给这个人民 人民拿到赔偿嘛 那后面 做错事的又不会是那个 就是行政员立在那边 他怎么会做错事呢 他就盖在那里就是一栋建筑 怎么会做错事呢 显然是有一个公务员 发生了什么事嘛 那如果这个公务员呢 当时是有做错事的 如果认为他是故意这么做 或者是这么做的时候 他有一些重大的过失 觉得这太扯了 这种事情都可以犯错的时候 国家机关对他有转身 对他求偿的权利 就是说 这个你太扯了 怎么可以这样做 你把钱还给国家 国赔法是这样的一个设计 对 那问题出在哪呢 听起来就是好像很合理啊 就是民法有规定啊 国家赔偿法有规定嘛 问题出在哪呢 过去在修正前的 这个警卸使用条例呢 他有一个特殊的规定啊 规定说如果违法使用的话 会赔偿 机关应该要赔偿人民一些钱 这样就哪一种类 哪一种类的赔偿这样子 但发生一个问题是 人民在主张损害赔偿的时候 民法规定故意跟过失处理的方法不同啊 处理方式不一样嘛 处理的途径不一样 可是写起诉状的是人民啊 就算这个远警当时是 不小心把你打伤的 他也可以把它说成是故意 我觉得你是故意的 我觉得就是我当下就站在那里 你觉得打到我也无所谓 所以你才在那边开枪 结果最后果然打到我 或打死我 我觉得你是这样的 他可以就这样去起诉 那法院会不会认可他起诉 就看到说是故意来起诉 那他确实就是可以依据 民法来请求损害赔偿嘛 就你只要去告的话 按照原告所主张的理由就可以 那只是后面会不会成立是一回事 后面 大概远警就要来应诉 对后面到底 这个远警到底是故意的呢 还是过失的呢 其实要法院去看了之后才会知道嘛 就等于说 你告的时候 突然不是国家机关出来应诉了 变成是原警你个人要出来应诉了 因为他主张是故意 然后他依据民法 就会变成这样的情况 那原警出来应诉 他就要自己找律师嘛 自己准备嘛 然后劳心劳力 然后花这么多心思 那最后判断出来就算是过失 那又怎么样呢 我已经投入进去了 就是我已经投入这些心力 我已经很累了 然后要投这么多钱 所以有一些远警会怎么样 会为了怕自己被移民法提起诉讼 他会直接跟对方谈和解 就给付出和解金 干脆自己就把这件事情 歧视您人算了 对就是歧视您人啦 就我还要工作啊 然后我怎么可能整天跟你耗 对那这件事情 如果是国陪案件会怎么样 国家机关基本上不太愿意跟人民和解 基本上国陪法规定说 人民要提起国陪案件 你可以先跟国家机关来谈判 那这个谈判的比例呢 根据法务部的公告啊 就是统计 发现这个比例蛮低的 大概就是8%到12%吧 对 OK 那后续呢 你说国家机关会跟你和解吗 你都已经提起国陪案了 国家机关就会觉得说 那就等法官判出来再说啊 那通常啦 通常不太会有和解的动机存在 就会形成说 如果是远警出面因素 跟国家机关出面因素 它产生了两者不协调的状况 我个人远警被被告的时候 我就觉得哇 我是不是要去和解 那国家机关被告的时候 就耗诊一下 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是 那最后就是我们这一次有修法嘛 那我们这次修法有哪一些重点 它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吗 OK 我讲一些就是几个重点 那我们刚刚有讲到什么呢 警械的范围好像不太够用 我们有讲到是因为之前行政院订定 所以这次改成由内政部来订定 而且呢 他还放宽了 放了一个弹性的规定 就是说什么呢 警察人员如果觉得 就是面临某些比较危急的情况 他觉得法定的警械根本就 他拿不到 比如说那个警棍放在警区里面 然后他拿不到 那他可不可以用旁边的花盆 你可以哦 就如果你真的面临到 比如说生命的危害 身体的危害的时候 没有办法有效使用这个警棍 你可以去拿花盆来使用 这个时候这个花盆 就会被认为是警协 比较弹性的空间 让警察人员可以用 另外一个是什么 另外一个是说 蛮重要的是 这次成立一个调查小组 就是内政部会临选专家学者相关代表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刚刚谈了这么多 法院跟警察之间 可能出现认知不一样的情况 所以他们希望组成一个调查小组 如果有发生一些使用警械 导致死亡 或者是重伤的案件的时候 他就可以来调查这个远警的行政责任 是长什么样 就看他说他这个用枪使用时机 是不是正确 是不是合理的 那最后出具一些调查报告 然后他可以提供一些 比如说教育训练的建议事项 这样子 那还有包括说 我们刚刚讲说 国赔跟民法之间的差距 就是警察人员出来因素 跟国家警官出来因素的差距 这次修法就把它回归到 就说你如果是违法使用警协 那你就一律回归国家赔偿法来处理 OK 讲了这些重点之后 发现有个重点漏掉 使用时机 使用时机这次修了什么呢 立法院这次修正 就像我刚刚讲的 他把那个警政署公告的 那个枪械规范 进行开枪的那四种时机 提升到法律地位 就这样 OK 但就等于说 我们刚刚讲说特定情况是什么 以致命武器 危险物品或交通工具等攻击伤害 挟持或胁迫他人 有事实足以认定 持有致命性武器或危险物品 意图攻击他人 意图夺取警察人员配枪 稍微具体一点 但是也没有到太具体 对 对 也没有存在 就是最具体的那种SOP存在 我自己个人感觉这样 就是这件事情可能 单靠修法 没有办法完全解决 因为法律再怎么定 都不可能具细迷你 不可能法律去定说 什么情况可以开 什么情况不能开 然后比如说下雨天可以开 晚上如果他有冲击公尺 那也可以开 我觉得这个本来 不是法律可以全部解决问题 我觉得很多东西 到最后还是要回复到 远景的教育跟训练 能不能够让远景 在遇到真实情况之间 能够有更多模拟情境 或者是有更多的手册 我不知道 可能更多实际的实战演练 会更有帮助 让远景知道说 什么情况下面 所谓的急迫感到底是什么 让全台湾所有远景 对于急迫这件事情 大家更有共识 我觉得这件事情 可能靠更多的勤前的训练 我不知道这叫勤前训练 因为我不是 不是很能够精准 掌握那个用语 对 我觉得可能还是 我自己听下来 我也必须要回到 远景的教育这件事情 他才有办法真正的解决 因为到底什么情况 叫急迫 然后以及远景 可能关于用枪的训练 可能也是需要去解决这件事情 以及远景 我们给他的枪支本身 他到底好不好用 但是给他破急炮算了 不是 结论 那个 破急炮应该使用 应该购置 开玩笑的 那之后想要来讨论个问题 就是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 干讨论那么多干嘛 警察就是要抓坏人 他就是他开枪 本来就不需要负任何责任 在那边讨论那么多这些药件干嘛 不是是应该让警察的权力 就是尽量的让他放心 你去使用枪吗 你给他 有在那边检查他的必要性 因为他在那边检查 他有没有急迫 就变成警察都不开枪 应该像美国那样子 警察开枪基本上就是合法 这样才是正确的啊 你不觉得很多下面 也是这样讨论的事情吗 这个我们就要问问看 若毅的意见 嗨大家好 我又来了 我这个搬椅子 弄活动一半 突然过来 刚刚是莫名前被call in 对 然后先生我们也被叫进来 我觉得一律免责也不行啦 我怎么不行 坦白讲 对因为一律免责 等于他无扣顾之右 他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可是警察反正就是在抓坏人啊 对啊 但是他也有可能抓到好人啊 哦 怎么他们 坦白讲 我换一个简单例子好了 就是 我换另外一个大家可能 有感同身重的例子 就盘查好了 对 因为如果今天警察乱盘查 坦白讲 他可能也有刑法上强制罪 对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完全都不给警方 有任何的限制的话 他想盘查就盘查 如果是这样的话 看一定有警察看到正妹 他就去假装去盘查他 然后要让他个人资料 然后加到好友 你不要问我怎么知道 因为真迟发生过 我朋友就被讲过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 用这样的例子 我们把它放到开箱 也是一样道理啊 他无扣顾之右 那他想干嘛就干嘛 那会非常非常可怕 所以我觉得一定是要有限制的 我相信也没有警察 会反对说要有限制 只是怎么样限制是合理的 就怎么样这个限制的设计 是让警察可以在合理的范围内 放心的去抓坏人 对 我会讲如果我今天是警察 开箱没有任何的法律限制的话 我干我他妈看到一个人 妈击巴 我用千拿枪出来吓他 反正开他箱都不会怎么样 一定会这样搞啊 然后他即便也没做什么事情 我们一定也可以把它解释成 他对我有威胁的可能性等等之类 这都可以解释成的啊 所以不受监督的公权力 它会让公权力无限制的膨胀 对 那会变得很可怕 很可怕 很可怕对 所以因为警察用枪这件事情 本质上它也是一个公权力的行使 而且它对人民的权力 尤其是它会涉及到 生命健康身体最重要的基本权 所以它本来就必须要非常谨慎 没错 它本来就需要非常谨慎 那法律必须要给予一些合理的限制 只说这个限制该如何的设计 以及我们有没有一些相关的制度 让警察 他不会在这个执法的第一现场 处于一个很错愕的状态 处于一个不知所说的状态 或者是他以为他这样做 现场做这样做可以 就事后反而被究责 我们有没有给他完整的训练 然后就我们需要去解决的是这件事情 没错 我自己觉得啊 就是现在警械使用条例 最大的问题是不明确嘛 这三个字不明确 那不明确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其实它是双向的伤害 双向伤害 一方面的伤害是什么 有时候因为不明确 所以警察有可能会过当 过度使用警枪 那有的时候呢 又会过于不敢使用警枪 就会变成是他其实是双向的伤害 因为他根本就抓不到标准在哪 那你要怎么要求他 依据某一个标准去行事呢 目前状况就是长这样 那我自己会觉得什么 我自己觉得 现在其实欠缺的是 我们应该要 我不确定这个现在存不存在哦 现在欠缺的可能是 我们要给警察人员 每个人一本册子 这本册子里面建立起来的是什么呢 是每一个具体情境 它不再是什么 什么有危急 或什么有急迫 什么生命身体安全受到危害 这种东西 这种用词 我不要出现在这种册子里面 我要的是什么 我们刚刚谈了那么多案例 你有沒有发现 有一种情况很常发生 什么状况 就车子 你要他下车 他不下车 开始冲撞嘛 对 那你就把这个东西放进去啊 你怎么会就是整天在那边 生命身体受到危害 或击破什么 你就直接把案例直接放进去 哪一年哪一年 几时几分 几点几秒 这个人有几个人在车上 开什么车 在哪里 然后警员有几个 你身上的武器有哪些 然后 他开始冲撞的时候 你怎么做 我们认为是最合理的 这些东西都要经过研究 背后要有很 精实的科学的依据 还有统计 包括去找国外的那些研究的案例 逐渐建立起这套手册 来当做指引 那当发生类似的案例的时候 如果他做的作为没有超出这个手册太远的话 那法官基本上也会参考嘛 也会参考说 这本手册如果是很认真做出来了 有相当的研究的话 法官也会参考说 这本手册记载还不错 那他如果 做的没有差太多 他比如说对空鸣枪 他朝地板开枪等等诸如此类的 那是不是法官就会认为说 他的行为比较趋近于 更可能是属于合法的 这样的状态 我们欠缺的其实是这么做 然后再加上 像桂枝刚刚讲到 这套手册要明确被拿来做训练 这其实才是我们警察人需要的东西 是 说的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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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分享一个 因为我之前有警察朋友 他直接跟我讲说 其实他主张什么你知道吗 他说什么 警察都不要拿枪 哎哟 就其实就跟提供他讲 因为太不明确了啊 我怎么做都错 我不做也错 我做也错 那我就不要给我拿枪 我就不会错 对 这就像是什么 没有论文就没有抄袭的问题 对不对 没有枪就没有执法过当的问题 我觉得刚刚提依讲的很好 就是如果把你这个东西 变得更明确的话 大家才会知道 其实大家需要知道游戏规则 怎么玩 大家不要就是被赋予责任 可是后面又被究责 对 其实我也觉得警察 其实有时候真的是蛮两难的 我也觉得他们很辛苦 因为会去当警察的人 都有那个热血 责任心 确定吗 你当律师你有热血吗 我还不热血吗 还不热血吗 我都做成这样 还不热血吗 我觉得总是有 我当然不能说 所有当警察的人都很热血 都很怎样 但是这个职业的本身 他被赋予期待是这样 所以在这个职业里面 一定会有很多人 很多警察 他是比较积极的 他想把事情做好 他想把事情做好的人 你不要让想把事情做好的人 守足无措 然后面临困境 我想把事情做好 结果游戏规则 却有跟我想象不一样 然后最后要去坐牢 这不是很冤枉的事情吗 那我最后补一个 其实还有一点 我们刚刚漏掉 装备 装备其实非常欠缺 就为什么 我们刚刚讲 泰射枪就是电极枪 他还是有一点点 致命性的风险 但是没有那么大 至少没有枪 来得那么危险 但是我们现在虽然有构置 但你有看到警察 有很常配这个吗 其实没有 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 是什么样的情况 才让我们把警察放在一个很危险的情况之中 他却只有警棍跟警枪可以选 你觉得这是谁的责任 是法官的责任吗 还是警察的责任 都不是 警棍跟警枪之间应该还要有其他的选择 他应该要有其他选择 他才有可能去达成比例原则的要求 因为从棍子就变成枪 对啊 就太危险了 那棍子还没什么屁用感觉 都什么年代拿棍子 对 所以你会发现 立法者立了一个很不清楚的法 行政机关呢 这个标准又没有把它弄明确 最后是谁来擦屁股 司法 是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子 是 好吧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 希望今天这一集 可以让大家对于警察使用枪械 有更多的认识 然后也可以让大家知道 这背后的法律的两难 那法官也不是说要去刁难警察 也不是说要去骗弹警察 是这一类型的案件 他本来就真的非常的困难 那反正说诉讼本来的难点就在于说 怎么从事后去还原现场 那或多或少 反而就都带有点马后炮的性质 可是那个当下去只是危急的话 那到底该如何判断 因为诉讼的本质 它就是事后检讨 那我们总是不能都希望事情都要到事后再来解决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更着远于事前 从装备的改善 从教育 从训练的改善 从更多根本性的去解决这些纷争 让纷争根本不要出现的话 也许会是更好的解决方式 就是我们今天这集想要再给大家一些小小的观点 那我们今天继续到这边了 拜拜 拜拜